印度三名男子近日骑着一辆脚踏车三天与迎面而来的巴士对撞 其中一人当场蚕死 另外两人则重伤倒地 但还有呼吸心跳 到场的人竟然只为官 不求援 还有湘明子顾着自拍 两位伤者拖了30分钟后才被送往医院 在救护车上宣告不治 网友看到湘明子顾着自拍的影片 非常愤怒 展开露搜 因为要是在场围观的人 能伸出援手 不让两名伤者在那白白流血半个小时 可能就能挽回两条宝贵的性命 国际中心 凤河外电报导